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北京的长安街,现在是从西望东起 眼前插满红旗的这个建筑就是人民大会堂,这是人民大会堂的北门 没有预约到天安门广场,只能骑行过去了 前面不远处就可以看得见天安门城楼 还有这个远处的中国尊 今天能见度不是很好,如果好的话看得是非常清楚的 长安街也被誉为神州第一街 长安街宽是120米,总长度是55公里 大家看,人民大会堂插满了红旗,很难得一见的一个景观 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预约天安门广场的注意事项 如果说您预约了故宫的话,也是可以从天安门广场进入到故宫的 您约了这个国家博物馆啊,也是可以来天安门广场这边过去的 包括预约了毛主席纪念堂,都可以来天安门广场 但是啊,如果您只约了天安门广场的话啊,这个故宫啊,国博,还有这个毛主席纪念堂 您是需要单独预约才能去的 哎,大家仔细看啊,天安门城楼前边这个滑灯上挂了咱们五星红旗,还挂了一个绿色的国旗 这个绿色的国旗,大家有认识的吗?一会走近一点啊,咱们近距离的看一下 这边这个灯杆上啊,挂的这个国旗,我应该能确定这是柬埔寨的 这是这两个国家啊,来咱们中国访问了 在这个滑灯上面挂上他们的国旗,也是咱们的一个代客之道 旗行天安门广场的话啊,是不能停的,但是您可以啊,旗的速度稍微慢一点 现在这个北京那个天气啊,比暑期的时候要凉快很多了 所以旗行呢,也不是很热了 我两边给大家交叉着看啊,这边是天安门广场 您看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边也挂上了16面红旗 这个灯杆上啊,看的比较清楚啊 这是一个绿色,红条,黄条,黑条 上面还有一个鹰,我好像想起来了,这是不是赞比亚的国旗呢? 大家看啊,东侧的建筑啊,就是国家博物馆了 我们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国家博物馆也是世界上单体最大的博物馆 看这边,这个角度看天安门城楼,太壮观了 现在这个天安门城楼呀,是可以去参观的 在小程序里边预约就可以 门票是15块钱 一个柬埔寨,一个赞比亚 这两个国家好像都不是很富有的国家 我发现啊,哪个国旗都没有咱们中国的五星红旗,漂亮 还是看自己国家的国旗 那叫心里一个美呀 国家博物馆啊,也是需要提前预约 但是您约的上午啊,您就上午来 您约的下午呢,您就下午来 不像故宫 故宫啊,您约上午的票或者是下午的票啊 您都可以上午来 天安门广场上啊,人也不少 毛主席纪念堂呢,是每周的周二到周日上午开放啊 到中午的12点就停止瞻仰了 咱们看,天安门城楼上我们的伟人画像啊 不管咱们在哪个角度,毛主席他老人家啊,都是注视着咱们的 天安门城楼两侧啊,是管理台 天安门西侧啊,是中山公园 东侧是劳动人民文化宫 这两个地方啊,也是非常值得一逛的 中山公园的门票两块钱 劳动人民文化宫,也就是太庙 门票好像是三块钱还是两块钱啊,我忘了 但是如果您要参观太庙大殿里边啊 是需要单独再买一张票的 好像是13块钱吧 前两天想去 但是他现在正在维修中,没有对外开放 等他对外开放了之后啊,带大家去看一看 再往前走呢,就是国家博物馆的东门了 国家博物馆是东门进,西门出 哇,停了好多的警车呀 看,国家博物馆前边啊,人也是非常的多 人山人海呀 不管什么时候来这个天安门广场和国家博物馆这儿 都是这么多人 每次安检啊,都要排很长的时间的队 这个就是国家博物馆的东门了 啊,您看看,这人多吧 如果您预约了故宫的话 但是您不想从天安门广场这儿进 您可以啊,走南池子大街过去 坐地铁的话就坐到天安门东下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您只去故宫 这样的话您只去故宫就不用在天安门广场按键口罩排大队了 时间能节省一点 再往前走啊,如果您想去故宫的话就该拐弯了 看见没有,那儿有一个门洞啊 那个就是南池子大街 从那儿进去就可以了